演慘爆的角色,何婉冬說,幸好夠樂觀 4月13日播出的心理追控劇情講述《楊麗萍》 屍體被發現後,坦然和天陽 就帶了由何婉冬所飾演的唐俊文回家 希望他可以勾起記憶 原來當日唐俊文和楊麗萍爭執 混亂之中,唐俊文就撿起地下把刀,拖手插死媽媽 何婉冬演這個角色被網友即時擊,讚有氣 他接受傳媒訪問時,坦然 拍這場戲感到很抑握 在廠裡就足足減了45分鐘 而拍攝之前一段時間都不可以跟別人傾訴 拍完之後,到很久都未能夠平復 角色這麼悲慘,那你現在先抽離了沒有? 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婉冬 很多謝大家這幾天在網絡上 在不同的渠道鬥口鬥面跟我說,支持我和鼓勵我 你們的所有留言,我是全部收到的 我在這裡很多謝大家 這麼喜歡《心理追兇》這部劇集 這麼喜歡《心理追兇》裏面 由我和Helen Mark 和Emily一起做的故事 很多謝你們這麼喜歡 今天是阿文這個角色 很多人都問我做這個角色的時候 心情是怎樣? 是否這麼不開心? 這麼抑鬱? 很幸好我本身是樂觀底的 拍攝的時候當然因為投入了 阿文這個角色 真的令到你覺得很孤獨 這個角色因為他不懂得表達自己的情感 亦都不敢去說出自己有什麼訴求 變成我經常都屈來屈來屈來 最後就錯手殺了媽媽 而下場亦都很悲慘 所以我在這裡奉勸大家 如果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 記得說出來和你相信的朋友 不要屈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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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會自己不開心